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的心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公义的标准 我们会很渴望当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即刻就会有审判的临度 起码有一个人能够为我们定出一个标准 哪一样东西是正确 哪一样东西是犯错 就好像如果你开车在道路上的时候 突然间有辆车很快地在你旁边走过 它超速 你即时心里面就希望 如果有警车在附近 那就非常之好 立刻就可以将它截停 保守了道路上的人的平安 同时之间 也都宣洩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怨愤 又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些 愿而未解决的一些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 究竟那些冤情 何时得到申诉呢 究竟那个兇徒犯罪的人 作恶的人 何时能够成之于法呢 这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人之常情的一种表现 当我们面对世界的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想到 上帝啊 你的审判要临到我们 让那些奸恶的人 能够遭到报应 让那些残害他人生命 或者平安 甚至乎自由的那些人 让他得到了 他们应该要面对的回报 但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上帝的审判必然会临到 上帝必定会以他的标准 他的公义 也都必定会向世人彰显 今天当我们去看 以赛亚书25至27章的时候 跟之前的几章一样 是会带来上帝的审判 但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审判的背后 在审判的过程里面 先知以赛亚其实处处提醒我们 上帝那个愿意施恩典的上帝 愿意拆干人念上眼泪的主 愿意拯救我们的耶和华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 满有公义的上帝 你是那位 我们世界上面 欠缺的那份标准 那份正直 那份正义的主 求你就帮助我们 懂得去仰望你 但同时之间 我们盼望上帝你的审判 不要临到我们自己的当中 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都无办法完全站立得住 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在寻求你公义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懂得寻求你的怜悯 怜悯我们自己 怜悯我们身边的人 怜悯那些 即使他们做的事情 令我们受到伤害的人 求天父你大领 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的安慰 存着盼望去过人生的路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全地的审判和灾难之中 属于上帝的人 必定会得救 这个是圣经一个很大的原则 在之前的 以赛亚书第24章里面 讲到 上帝对人罪行的审判 将会临到 而来到这一章 我们会看到一个描述新的王国以色列 将会的来临 这个是带来上帝的拯救 而在前后的这几章的经文 同样地是用一个诗篇的形式 一个诗歌诗词的形式 去写出上帝对列国的审判 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以及他对全地的恩典 这个诗歌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 他赞美上帝保护他们脱离受敌 并且会施行审判 第二个部分 是盼望外邦人都能够悔改 归向上帝 分享这个从上帝以来的救恩 这个部分可以说是 有一个延伸性 有一个展望性 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有大人 他们心里面知道的就是 上帝必要拯救他们 上帝会保守他们 因为他们是应许的 那帮简选的子民 但是第六至九节的部分 其实是讲到 上帝的恩典 不只是临到有大人当中 更加是会向外邦人施行拯救 这个可以说 在旧约时代里面的 一个暂身的一个观念 但是这个观念 其实也都一早 在列王级上下的时候 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而第三个部分 就是借摩压做一个的比喻 去提醒那些人 如果你始终不肯悔改的话 不相信上帝的人 将会受到最后的审判 我们首先打开第25章 我们去看一下 先知怎样去重赞上帝 也都因为上帝 是同样地会施行懲罚 也都会赐予恩典 第一节 也会说 你是我的上帝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 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你使城变为乱堆 使坚固城变为方长 使外邦人供电的城 不再为城 永远不再建造 所以刚强的云 必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城 必敬畏你 因为当强暴人 吹逼人的时候 如同暴风直吹墙壁 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 做困惑人急烂中的保障 做躲暴风之处 做被炎热的阴凉 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圈蛙 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 禁止强暴人的海阁 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 在这山上 万君子耶和华必为万民 用肥金切摆延殖 用陈酒和满水的肥金 并澄清的陈酒切摆延殖 他又必在这山上 除灭遮盖万民之物 和遮蔽万国蒙面的柏子 他已经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拆去 各人念上的眼泪 又随跳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道那日 人必说 看呀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 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 必安在这山上 魔压人在所居之地 必被踩踏 好像干草被踩踏在分子的水中 他必在其中伸开手 好像富水的伸开手 富水一样 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拼快乐 耶和华使你 城上的坚固高抬倾倒 拆平直到尘埃 我们读到这里 第25章 是一个美妙的诗词 他说到上帝是怎样的伟大 人要称重他 尊崇他 赞美上帝的名 因为上帝一直以来 都是那位忠信诚实行其事的上帝 成就他古时所定的 会使得那些利弃上帝的人 爱帮人 罪人 让他们不能再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在第三节里提到 刚强的文要荣耀他 强暴的国要开始去敬畏上帝 因为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 在患难的里面的时候 人没有办法能够暂留得住 唯有上帝做贫穷人的保障 是做困乏人 在急难当中的保障 这个可以说是 告诉我们上帝的另外一个特质 他是那位愿意诗连吻拯救的主 而去到后面 在第八节那里 讲到上帝是吞灭死亡 胜过死亡直到永远的上帝 上帝会拆去各人念上的眼泪 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这个是上帝讲的说话 这句说话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 好像在启示录也同样地有这番的说话 在哪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 其实可以说 以赛亚书的预言 不单只是对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个宣告 甚至乎 这个是一个延伸到永远的一个重要的宣告 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看到 有很多东西在新药的部分 都会有一个对应 都会令到我们会看到 上帝不是仅是古时的上帝 上帝也是那位直到永恒的主 那我们就更加能够容易体会得到 上帝的那份公义 不仅是留在旧药时代 同样地在新药时代 直到永远上帝公义存在 但是同时之间 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拯救联敏 也是身处在不同时代的人 都能够同样的可以去经历 那么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体现 我们倚靠上帝的人 必然得到他的保护 第26章是一首赞美的诗歌 这个赞美的诗歌是感谢上帝 使他们从秘老之地可以归回 但是同样地是一个末世性的预告 在一个世界终极的意义上面 其实就是讲到人 从罪恶世界里面得到上帝的拯救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能够再次清重上帝 第26章这个诗歌 就分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赞美的地点和时间 在哪里唱 做些什么 什么时候唱 然后第二部分一至九节 就是诗歌的部分 称赞上帝 里面有很多我们爱华很熟悉的圣经金句 赞美上帝的金句 我们可以看到 而最后的部分 就是劝告百姓要盼望这个日子的临度 我们一起读第26章第一节 当那日 在犹大地人必唱者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圣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 为爱国 敞开城门 使手上的二民得以进入 建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盆石 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平败落 将城拆位 拆平直到尘埃 要被脚踐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窮佛人的脚踐踏 二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 必收平二人的路 耶和华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 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 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以恩为代恶人 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 他必行事不易 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我们先读到这里 在第26章的上半部分 就是说耶和华的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 是人民能够赞美上帝的时候 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 上帝将他的公义彰显在地上 但是同时之间 上帝赐下他的救恩 让他的救恩成为城墙 去兼顾那些倚靠他的人 所以第26章第3节 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文 建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人倚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从上帝里面经历那份的平安 纵使审判临到 纵使患难逼近 但是上帝必会保守那些 仰望他 倚赖他 倚靠他 在他面前诚心悔罪的人 能够得到平安 这个是我们上帝的那份的正值 到审判的时候 人心里面切慕上帝 好像第9节那里所说 夜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切切尋求你 因为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人就会看见上帝的公义 就会学习上帝的公义 见到上帝公义的时候 人就更加要知道 我们要倚靠耶和华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是赐下救恩 不单止是给原先的有大人 更加的是要将这个救恩 临到所有寻求上帝的人身上 到第11节 也是诗歌的延续 他讲到信靠上帝的人 必定会得胜 第11节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 你的手高举 他们仍然不看 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 因而普愧 并且有火消灭你的敌人 耶和华 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在你以外 曾有别的主管和我们 但我们尊要倚靠你 提你的名 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 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 因为你刑罚他们 毁灭他们 他们的名号 就全然消灭 耶和华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又旷扎地的四景 耶和华 他们在急烂中寻求你 你的懲罚 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倾心吐胆 祷告你 婦人怀孕 临产腾痛 再痛苦中哭叫 耶和华 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我们也曾怀孕腾痛 所产的景象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 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 死人要復活 私手要兴起 谁在尘埃的呀 要醒起歌唱 因你的金奴 好象塞梭上的金奴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我的百姓呀 你们要来进入内室 关上门 隐藏片事 等到愤怒过去 因为耶和华 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迎罚地上居民的罪业 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我们读到这里先 26章下半的部分 仍然是那一首的诗歌 去赞美上帝 是怎样得胜 上帝是容让那些 寻求他 投靠他的人 是得到平安 人的心 开始转向上帝 以前他们投靠君王 以前他们被 爱邦人所占领吞逝的时候 他们唯有去侍奉其他的君王 但今次他们知道 那些君王 那些荣华 那些威严 是可以过去的 除了人的死亡 这些东西 全部都不会再被纪念 但唯独是 自有永有的上帝 传到永远的上帝 才是他们所投靠 曾经有其他外邦的君王 去管转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知道 他们要专心的去依靠 寻求上帝 因为耶和华上帝 才是我们可以在急难当中寻求 先是那一位掌管住刑罚 也同时愿意聆听我们心里面的祷告 祈求 并且以救恩去回应我们的各位造物上帝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到第27章 这里包含了四篇的预言 首先是说到对黑暗势力的 对受敌的一些审判 第二部分是说上帝的应许要保护葡萄园 葡萄园即是上帝的国 以色列国 如果延伸到现在我们去看的话 就会是地上的教会 我们先看头两个预言 第27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 到那日 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 刑罚鳄鱼 就是那快行的蛇 刑罚鳄鱼 就是那曲行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当那日 有出走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这原唱歌说 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惊惯 就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我心中不存愤怒 为怨惊激疾泥与我交战 我就勇往直前 把他一同焚烧 不然 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 愿他与我和好 将来 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法牙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我们读到这里 在27章开头的部分 其实是讲到上帝 必定会刑罚他的仇敌 那些破坏以色列国的 违反上帝在地上那种公义的 那些国家 上帝必然审判 这里讲到 是刑罚鳄鱼 这个鳄鱼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些鳄鱼 不是我们吃鳄鱼肉 鳄鱼皮手袋的那些鳄鱼 不是 当时的鳄鱼是讲一只海兽 他的翻译的名字 译音 叫做力威亚探 他是当时 他们古时代的时候那些海兽海怪 在这里 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去形容上帝的仇敌 去侵害上帝国 侵害葡萄园 其实葡萄园 就是讲 当时的 以色列国 其实葡萄园 也是同样引申到 以色列国和地上的教会 这个是后来新约的部分 给我们知道的了 所以 当时上帝的审判必然会临到 上帝也应许 他必定会保护他的葡萄园 保护以色列文 保护地上的教会 在上帝恩典的保护之下 以色列文 都有同样的责任 我们要遵守 上帝定下来给我们世人的规则 那些的律法是不会被废墟 但是仍有恩典 带领我们走自然的路 上帝就是用恩慈的责备 去帮助那些走错路的子民 重新的走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走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 也应许了 所有属于上帝的子民 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 主激打他们 喜仗激打那些激打他们的人吗 他们被杀绿 喜仗被他们所杀绿的吗 你打发他们去 是相机而与他们相争 刮东风的日子 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 所以雅各的罪业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 存在乎此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 变为打碎的灰石 以至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 因为兼顾城变为荒凉 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 将旷野一扬 牛毒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饿 并吃尽其中的树枝 知条枯干 必被截断 妇女要来点火烧着 因为这百姓蒙会无知 所以 创造他们的 必不连述他们 造成他们的 也不思恩于他们 以色列人 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地收窄 如同人打树 十果一样 当那日 必大发觉星 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 被赶散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 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第十七章的下半部分 讲上帝 对他的子民 行错路 做错事情 一样会予以责备 一样 是要将他们 除掉 如果他们 命幻不灵 不肯悔改 不再归向上帝 的话 他们必定会 变为荒凉的城墙 成为了被撇弃 无人居住的地方 好像 旷野一样 所以圣经这里是提醒我们 属于上帝的子民 不可以轻述 我们更加 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榜样 去依从上帝的法则 去对待身边的人 去爱上帝 去更加 互相的 去扶持 但是在一切的 审判之外 其实最大的 仍然是恩典 因为最后的部分 讲到 以色列人 到哪日 上帝 就会在那里 将他们收集 在一起 将所有属于上帝的人 全部聚集 放在他的国度里面 到时发生什么事 到时他们就在 耶路撒冷 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他们就会知道 上帝的恩典 就会知道 上帝才是那位 掌权的 大能的主宰 我们要仰望 倚靠他 同德荣耀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见到很多审判的事情 患烂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很害怕 发觉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我们没办法见你的面 我们会不会在上帝你的审判当中 被判定为有罪 但是上帝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 你仍然是那位恩慈的上帝 所有倚靠你的人 坚深倚靠你的 你必保守我们 十分平安 上帝就求你帮助我们 在可以寻求你的日子里面 我们寻求你 在我们想到自己 罪恶错事的时候 我们首先 来到你的面前 凝聚 求你赏免 带你我们去走出 你要我们走的道路 帮助我们 在生命当中 活出属于你子民的 那份美好的旨意 以致你得到荣耀 以致你将来得荣耀的时候 我们能够 和你共享这个荣耀 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这样同心祈祷 封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